到底習近平在想什麼 他到底想做什麼 他不是一講沒有 我沒有要擴張我的武力 我也沒有要侵略他人 我只是要維持 我領土的完整而已 可是怎麼看習近平的部署方式 就不像是只要一個 維護領土完整 那真的真的只對臺灣嗎 又欣你看像嗎 看起來不像 所以大家你看 這一段時間的演習 雖然說我們馬上要過年了 不管是兩岸的軍隊 他都是一樣要維護 最大的安全 讓人民過個好年 這是軍人的職責 可是你這看起來 不像是維護和平而已 這則以馬狐號 看起來很奇怪 就是遠程基地船 他就可以在海上 變成一個維修平臺 如果解放軍 那種比較小型的船艦 伴隨航空母艦出去出巡 這航母當然上不去 航母太大了 但是一般的小型中型的船艦 他可以進去 他進入他的肚子以後 他把船抽走 水逼出去之後 開始維修 維修結束之後 水灌進來 讓船身下降 他就會開出去了 睡覺半顯船 對他不用再回到中國去維修 就是一個遠征海面上的一個維修平臺 那要他幹什麼 進海需要嗎 到台灣海峽 維護和平需要嗎 這當然是要突破第二島鏈才需要 所以為什麼美國這麼擔心 就是因為出現了這種遠程激勵船 另外洞無二驅逐艦 迎船到哪裡去了 他到南太平洋去了 到南太平洋去了 這是維護領土完整嗎 當然要讓整個南太平洋 他所謂的九段線都是我的 所有的船隻要進來 經過我的同意 這是我的主權 所以你看 往東到夏威夷 往南到整個 他們所謂的九段線 整個南太平洋更可怕一點 航母遼寧號一年兩次 在西太平洋軍演 軍演什麼 軍演飛機的起降 軍演所有跨海的聯繫 跨海的聯絡 還有整體火力的協調 都在這邊演 那麼還有山東號 山東號更可怕了 更誇張 他在南海模擬跟美國的航母 發生作戰 我跟你發生作戰 模擬所有的假想敵 就是美軍 那大家覺得 為什麼找美軍 因為美軍的航母比較強 他就拿美軍當假想敵 所以美國人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 他這個不管是半潛船 不管是銀川號 不管是遼寧號 山東號 戰力投射 唯一目的就是要到達 第三海 第三島鏈 跟美國平分秋色 共享太平洋的資源 所以在沖繩 美國在沖繩的基地 做了一個史無前例的 整個叫做濱海作戰團 這個團多少人 超過兩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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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在各個島嶼之間聯繫 用空頭的方式 用火力預知的方式 用各種方式 讓這兩千人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突然出現在該出現的地方 就是這一次濱海作戰 在沖繩演習裡面所有的內容 那這絕大多數是陸戰隊員 因為陸戰隊員可以克服天候 地形氣候 各種方式 我要部署 所以這一次 就是要告訴解放軍 你不要以為你有船 不要以為你人多 不要以為你的船艦 跟下水角一樣的出現 我是實戰 我是完真的 光這樣子還不夠 還不夠 把日本的無人島 這個無人島 距離中國多遠 馬毛島 800公里而已 只有800公里 他把它上面布置了 可以起降F-35 可以做火力投射的部分 全部在上面 也就是說 這個馬毛島雖然不大 而且上面也沒有人 可是就算它不會沉 你怎麼打 馬毛島它不會沉 它是個島 它不是一艘船 但是上面所有 具有的武器 補給飛機的起降 它因應俱全 全部都有 也就是說 這是唯一嗎 我告訴又齊 這不是唯一 還不是唯一 他把沖繩這一帶 接近中國大陸 附近的這些島嶼 一個一個部署成 這種不成的母艦 有很幾個 所以為什麼叫散齡航艦 散齡航艦 不是說有很多航艦 突然間出現 就是這些島 平常沒有人在 但是暫時的時候 它跟航空母艦一樣 什麼都有 所以這就是這一次 美國的做法 那麼在美國本土 有沒有作為 還有 還有 這個 2023年 你看我們才剛剛過新年 2023年 世代任務演習 這要驗證美國在印太 如何快速部署火力投射 用什麼 C妖拐 在台灣起降過 這種空中霸王 最大的那種運輸機 一次二十架 哇 這整個牽上 看到都是這種 空中霸王的運輸機 它做什麼呢 它上面不是載人而已 大家說運輸機就是載人載貨嘛 我告訴你 它上面可以載極音速飛彈 極音速飛彈 對 而且它不是當成運輸用處 如果你只是當成運輸而已 沒什麼可怕 從甲地運到椅地 到下面 整個裝卸卸除之後 它才可以再重新發揮戰力 不是 它是在運輸機上 這個極音速飛彈可以投射 所以它外表看起來是運輸機 事實上它的基附打開之後 它可以投射出一個降落傘 在擺動中間可以發射極音速飛彈 這才是這一次世代任務 也是為什麼叫做 它要驗證什麼 印太快速火力的投射 所以它不是運輸 對 它不是驗證運輸 它是火力投射 投射的不是兵力 是火力 所以這一次二零二三年 美國做了這一次 非常突破性 吸引了整個演習的方式 那麼在關島 我們美國說不行 關島距離我們第二島鏈 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要做一些部署 所以大家聽過死神無人機吧 當然聽過有名了 這個是死神無人機的 第25代 還第25代啊 我們買到的是偵察型的 MQ-9B 這個是MQ-9死神無人機 改良的第25代 BEC第25 叫做M2DO 所以它的做法是把死神無人機裡面 所有跟作戰無關的全部拿掉 增加了衛星的鏈路 增加了攻擊武器的角度 最主要是所有吸彈的火箭彈 全部增加一倍 宰得更多 看得越遠 而且飛行滯空的能力越強 所以這叫做死神無人機的終極版 第25代部署在哪裡 現在準備部署在關島 而且真的是真打一體 真打一體啊 他飛得又遠 停得又久 宰得又多 看得又遠 沒錯 所以全部在他身上 另外這個JAGM 這個全數飛彈的生產 這個是最新版的地獄火飛彈 地獄火飛彈以前是丟出去 他自動去找目標 這個不是 這個是遠距 遠距 他可以遠距視距外來攻擊 又具備了地獄火的攻擊力 還具備了視距外的攻擊能力 所以這一款生產的整體的 JAGM飛彈也開始出現 那其實最厲害的 我講是老機新用 老機新用才最厲害 英式戰鬥機 F-15很老啦 那個我在念 大概國中的時候就出現了 真假 對 他還在飛 他說你看美國 你看是不是這個支援 烏克蘭支援到最後沒有飛機 用老飛機 不對 不是 這是F-15EX 就是終極版 他具備了戰鬥機的纏鬥能力 他具備了轟炸機的載彈能量 他一次可以載12枚的AM120的飛彈 這已經破了紀錄了 這叫做戰鬥機具備了轟炸機的載重能力 他就有 厲害 他就有 原來最多最多F-15最多到極限 飛到已經不能飛8枚 他現在可以發到12枚 那簡直等於是一架轟炸機 又具備纏鬥能力 所以難怪說他是空中的炸彈卡車 空中炸彈 帶了很多 而且他具備纏鬥的能力 因為一般的轟炸機 你要遇到戰鬥機你就完了 他一定要有戰鬥機 他沒護航 否則會被打下來 可是他本身就是戰鬥機 他本身就是了 我就是戰鬥機 可是我載的彈量跟轟炸機一樣多 而且都是四具外的飛彈 我看不到你 我可以打到你 所以這幾款飛機出來之後 那最後這一款是屬於全球只有兩架 這個叫做能夠克服失速的戰機 目前全球兩架 能克服失速的戰機 對 我們飛機以前最怕在纏鬥的時候 飛上去 失速掉下來 因為他的尾部的噴射引擎是可以改變角度的 當我飛到極限不能下來的時候 我這邊開始改變 往這邊推 把整個機尾往後推 讓他自動墜下來之後 然後加速前進 所以這是纏鬥中的格鬥天王 就是沒有一個飛機坐得到 全球只有兩架 只有兩架 而且他是飾成功的 所以未來這個戰機 會不會在戰機空中的戰鬥纏鬥中 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我覺得我們看看 美國如何改變 但是這麼多的改變 只為了一件事 美國說我沒有要整誰 我也沒有要打誰 我只希望世界上所有的航道 所有的空道都是自由的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 讓全人類都可以自由享受所有的航道 所以說中國你要挑戰 你要稱霸 你要跟我瓜分太平洋 沒人都沒有 因為太平洋是全球所有人類的